欢迎收看3月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生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的是 台铁472次自强号列车 3月1号的中午由北往南行进光复乡大风平交道时 突然刹车停住 而列车随即广播说发生死伤事故 警方到场后发现是一名老先生闯入平交道 被列车撞上死亡 根据大副村长表示 只知道他是要北上花莲去领腰而已 没想到发生寒事 从园林经北回县开往台东的台铁472次自强号列车 3月1号中午行进大副车站附近的时候 撞上了一名闯入轨道的老先生 花莲县消防局获报之后派救护车赶往现场救援 遭到撞击的老先生已经被判定明显死亡 务员分队立即派遣所属车主前往救援 到达现场后即扩大搜寻 发现年龄不详患者遭火车撞击且明显死亡 后续交于铁路警察局处理中 事发地点在东部干县的大副车站附近站位 这个车站是属于无人站 而根据大副村长表示 只知道他是要北上花莲去领药而已 没想到发生憾事 他要上去花莲 他说他要上去花莲 他要去门诊 他去门诊 他大概是在那里看等车还是怎样 初步调阅月台的监视器画面 发现这名老先生12点06分从大副车站入口处进入之后 沿着月台旁楼梯步入轨道 并且屈身在月台下方避让空间内 等到第472车次列车出现 突然冲出跟列车发生撞击 事故的原因仍带铁路警察局厘清当中 记者高双双光复香采访报道